尤老阴饰演技工大红大紫 但他却在最辉煌的时候皈依佛门 只因他在拍摄期间经历了三件怪事 仿佛有神明相助 如今影视剧反话的大火 那尤老再次用精湛的演技征服众人 曾在节目中仅用一句话点醒郭德纲 在尤老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传奇故事 提起尤本尚老师 相信有不少人脑海中会浮现出 那个衣衫褛褛不修蝙蝠 笑容自在的技工 他表面看起来疯疯癫癫 却在言行中蕴含着大智慧 他虽法力无边却不肆意使用 而是以引导的方式承恶扬善 甚至毫不夸张地说 尤老把技工的角色掩护了 但技工对于尤老而言 不只是一个影视角色 因为尤老眼中是技工度化了他 尤老先生在扮演技工期间 曾在片场遭遇三件怪事 正是因为这些事 让热爱表演的他 变成了一位虔诚的佛教僧人 那他当年都经历了什么 当年开始拍摄技工是在1958年 在那个年代不管是拍摄技术 设备还是后期特效 都不如现在的五毛特效 每个场景都是实景布置 因拍摄条件有限 大到靠天吃饭 比如下雨就拍鱼戏 下雪就拍雪戏 可似乎只要有老在的戏份 老天都会乖乖配合 其中有剧组要拍 惊喷大雨的场景 当时剧组也租借了 很多拍鱼戏的场景 结果老天就只下了一点毛毛雨 就停了 甚至还有点放晴的意思 这可筹坏了现场所有人 大半个月过去了 两百多个群众演员 这么干等下去 也不是办法 眼看经费即将超出预算 也不只是巧合 还是命中注定 剧组拍摄附近 刚好有一座寺庙 旁边的人就调侃有本昌 你不是技工吗 你能不能帮大家求个雨 有老爷想尽快拍摄 便四马当活蚂蚁 便去寺庙 双手合十 求佛祖下雨 希望能接点雨 让剧组完成拍摄 谁料就过起一顿饭的功夫 怪事真的发生了 天空忽然变得乌云密布 接着就下去了瓢泊大雨 据设置组人员回忆 当年真的只有拍摄区域下了雨 其他地方依旧是晴天 这可把剧组的所有人 震惊了一整年 有老只是笑而不语 毕竟自己又几斤几两 心里最清楚 若说这件事只是一个巧合 那接下来的两件事 真是有缘 这是当时技工拍摄期间 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事 据有老回忆 在拍摄期间 最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场稀释 导演未显技工的佛性 便设计了技工手持破扇 召唤蝴蝶飞来飞去的场景 但在那个没有特效的年代 平一年让蝴蝶听话 可以说是异象天开 然而就在剧组进入困境时 临时有一只白色蝴蝶 从他身旁飞过 有老突然心血来潮 给自己扎了点戏 只见他小跑两步 来到白蝶前面 伸出破扇看着蝴蝶 并在心中默念 来来来 结果那只白色蝴蝶 犹如能和他对话一般 不仅真的停留在他的扇子上 还随着有老的走动 绕着他飞了几圈 仿佛两人在说笑一样 剧组所有人看到这一幕时 都惊讶到合不拢嘴 直到有老轻轻说了一声 走吧 蝴蝶才偏偏飞走 在有老心中 始终都相信万无有灵 但这白色蝴蝶配合的 属实有些心有灵犀 若说这也只是一个巧合 那最后一件事 就让有老坚信 佛祖确实在召唤自己 皈依佛门 当时剧组在拍 《御佛园》这场戏时 技工需要和黑风道人斗法 设置组为营造出 局势紧张的氛围 导演及演员一致认为 这段戏应该有 狂风加持效果才会好 但遗憾的是 导演查了当地的天气预报 在未来一周 都是万里清空 没有大风的天气 无奈着和人工造风 紧接着导演进来一个 最大的鼓风机 直到开了最大的功率 本以为鼓风机的到来 会让一切难题迎刃而解 然而当鼓风机打开后 结果却让工作人员 大失所望 他竟然连现场 那颗小叔都吹不动 只能暂时放弃 并将这场戏 推到次日下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当有老饰演的技工 坐到山头时 原本晴空万里的天气 现场竟然狂风打坐 连续刮了三个小时都没停 甚至只有阴风 未见一滴雨 紧张古异的氛围 被烘托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一系列骑士 都神神触动着有老 让他更坚信 举头三尺有神明 于是他便决定替法出家 归以佛门 并辞法名定昌 抛去凡间所有的红尘士 一心吃斋念佛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佛源吗 仅用一句话点醒郭德纲 三件事让他归以佛门 再是活府的格局究竟有多大 早在2010年 77岁的幽老 参加了郭老师的访谈节目 今夜有戏 而郭老曾不止一次 在舞台上表演过 单口相声技工传 可因为身材原因 始终不敢尝试 于是郭老就趁这次节目 便请来了游老师 并向游老师虚心请教 他见郭德纲向自己虚心请教 就立马现场教学 带着郭老师表演起 技工走路时的姿态 虽然有本尝老师 没有穿着破鞋破帽破袈裟 但他的表演 依旧能让我们看到技工的样子 虽然郭德纲老师 也跟着谎有了一段 但他对出演技工 依旧没有信心 于是游老便用一段 不遗人知的资料点醒了他 游老说在他演技工前的30年代 中国电影就有一位名叫 游光照的演员出演了技工 他还指了指郭德纲老师的 就像你这么胖 还说佛是无相呢 尽管放开了眼 游老这句佛本无相 直接打开了歌曲 另外游老不仅技工演的好 他本人在戏外更是活成了技工 几十年前 他因扮演技工 成了杭州林尹寺的形象大使 曾两次剔度出家 广交佛界的名人雅续 特别是在长江三角区很有话语权 要知道一个演员演一辈子戏 能有一个国民级的角色 已经很不容易 谁料有老子演完技工后 如今到了90岁的年纪 又遇到第二个 只是这次他不再是 先锋道骨的技工 而是摇身一变 成了央视新剧繁华中的男二 那就是城府极深的上海野蜀 虽然游本昌老师 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但在他六岁时 就被父母从江苏 送到上海法藏寺拜师学佛 在此期间还发生过一件趋势 那就是他的父母抱着他散步 好巧不巧的遇到了一个算命先生 随后就让人家给他算一光 谁料 这道长却说他活不过13岁 当时他的父母也顾不上这话是真是假 便请求道长化解之法 结果道长却说 归一佛门就能化解 所以才有了六岁 去寺了拜师学佛 15岁正式还俗的故事 后来他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 毕业后 成了上海华东人民艺术剧院演员 可以说是老上海了 繁华里的爷叔独尊一席 任谁见了都得毕恭毕敬 然而他最厉害的是 在不经意间将人情事故 打理得游刃有余 让人不得不为他的手腕和智慧 所折服 或许繁华后 爷叔将成为中国英史上的一个经典 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代表那些在我们人生道路上 皆有帮助和指引的师长 相信即便是再过数十年 爷叔这个人物形象 依旧会向各摧残的明星 熠熠生辉 为了 谢谢大家